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第一到第三十节说 主知道法利塞人听见他收门徒 施洗比约翰还多 其实不是耶稣亲自施洗 乃是他的门徒施洗 他就离了犹太 又往加利利去 必须经过撒玛利亚 于是到了撒玛利亚的一座城 名叫叙迦 靠近雅各给他儿子约瑟的那块地 在那里有雅各井 耶稣因走路困乏就坐在井旁 那时约有五阵 有一个撒玛利亚的妇人来打水 耶稣对他说 请你给我水喝 那时门徒进城买食物去了 撒玛利亚的妇人对他说 你既是犹太人 怎么向我一个撒玛利亚妇人 要水喝呢 原来犹太人和撒玛利亚人 没有来往 耶稣回答说 你若知道神的恩赐 和对你说给我喝水的是谁 你必早求他 你也必早给了我活水 妇人说 先生没有打水的器具 井又深 你从哪里得活水呢 我们的祖宗雅各将这井留给我们 他自己和儿子并深处也都喝这井里的水 难道你比他还大吗 耶稣回答说 凡喝这水的还要再渴 人若喝我所赐的水就永远不可 我所赐的水要在它里头成为玄源 只永到永生 妇人说 先生请把这水赐给我 叫我不渴 也不用来这么远打水 耶稣说 你去叫你丈夫也到这里来 妇人说 我没有丈夫 耶稣说 你说没有丈夫是不错的 你已经有五个丈夫 你现在有的并不是你的丈夫 你这话是真的 妇人说 先生我看出你是先知 我们的祖宗在这山上礼拜 你们倒说应当礼拜的地方 是在耶路撒冷 耶稣说 妇人 你当信我 时候将到 你们拜父 也不在这山上 也不在耶路撒冷 你们所拜的 你们不知道 我们所拜的 我们知道 因为救恩是从犹太人出来的 时候将到 如今就是了 那真正拜父的 要用心灵和诚实拜他 因为父要这样的人拜他 神是个灵 所以拜他的必须用心灵 和诚实拜他 妇人说 我知道 米赛亚 就是那称为基督的 要来 他来了 必将一切的事都告诉我们 耶税人 耶税说 这和你说话的 就是他 当下 门徒回来 就吸气 耶税和一个妇人 说话 只是没有人说 你是要什么 或说 你为什么和他说话 那妇人 那妇人就留下水罐子 往城里去 对众人说 你们来看 有一个人将我素来所行的一切事 都给我说出来了 莫非这就是基督吗 众人就出城 往耶稣 那里去 而约翰第四章第39节 到第42节说 那城里有好些 撒玛利亚人信了耶稣 因为那妇人 做见证说 他将我素来所行的一切事 都给我说出来了 于是 撒玛利亚人来见耶稣 求他在他们那里住下 他便在那里住了两天 因耶稣的话 信的人就更多了 便对妇人说 现在我们信 不是因为你的话 是我们亲自听见了 知道这真是救世主 我们身体的主要成分是什么 我们每隔几个小时 就会需要补充这个物质 我们可以进入它里面 并且经常将它吸收到身体里 我们用它做饭 我们用它做饭等等 这是什么 答案是谁 无论我们得到了这个世界 无论我们得到这个世界多少好处 我们仍然会渴慕更多 只有主耶稳达 只有主耶稳达 我们的主耶稳达 并可以满足我们根本的渴求 第一点 第一点 撒玛利亚妇妇人 撒玛利亚妇人 耶稳达 耶稳达 在西家的井边遇到这位妇人 她是在正午的时候 挺着大太阳来取她全家所需的水 为什么她要在正午时来做这项繁重的工作呢 她很有可能是不得不避开这个地区的其他来取水的妇女 所以比正常的取水时间要晚一些 其他女人可能会因为她的生活而要避开她 让她意外的是 她在井边遇到了一个犹太人 不久她请求她的帮助 这是闻所未闻的 因为犹太人是不与撒玛利亚人说话的 更令人惊奇的是 这位陌生人很快就告诉这位妇人 她能够给她活水 如果她喝了就永不再渴 她所指的是什么呢 第二点 无法令人满足的水 无法令人满足的水 若我们在大海中迷失的话 我们可能会尝试着喝我们周围的海水 但是这会让我们立刻感到不舒服 这位撒玛利亚的妇人不断地想要有新的丈夫 但是她的丈夫越多 她的快乐越少 我们也总是想要得到某样东西 这个世界 这个世界以提供快乐 来扰动我们的心 比如 夜复一夜的电视节目 甚至是富有切有权利的人 也不甘满足 可求更多 五六十年前 人们曾说只要有了好的住所 植物和衣服就会满足 但是现今他们有了定做的地毯 汽车 奢侈的度假 他们仍然想要更多 我们说服自己 认为我们需要的是新东西 新的运动器材 新衣服 或者是新朋友 但是我们其实真正需要的是主耶稣 没有他的话 我们会总是不高兴 不满足 就像需要水那样 我们每分每秒 每天每年都需要它 第三点 用水清洗 用水清洗 对于清洗来说 水是多么的重要 世界上的所有东西都会脏 衣服 住所 汽车 我们自己的身体 每一样东西都需要不断清洗 主耶稣 比这位撒玛利亚的妇人 还了解他自己 他犯了罪 但他没有去寻求饶恕 反而用一个罪来掩盖 另一个罪 也许他有很多孩子 这些孩子因为他不断更换伴侣 而生活 堪忧 当这使他沮丧的时候 他非但没有选择不去犯罪 而是在罪中陷得更深 当今世上的人们 也是如此 主知道他的罪需要洗净 他需要被洁净 这个世界有很多不同的消遣方式 让我们忘记我们的罪 但是主耶稣做了一些事 来拿走罪 他死在十字架上 为了让我们的罪得到饶恕 使我们被洁净 第四点 用水更新 用水更新 那位撒玛利亚的妇人 就像那炎热遍 遍布灰尘的地方里的其他人一样 都在家里常预备水 好到家的时候 用水洗脑 当他疲劳的双脚清凉时 多么令人清爽啊 在炎热的夏日 我们也用水来清凉自己 并希望可以舒服的浸泡在游泼时中 水也对复杂机器有冷却作用 小到汽车 大到发电站 在炎热的里程中 一瓶冰镇饮料 常常会给在东方的旅行者 一股全新的能量 主知道 这位妇人需要一个新的生活 全新的开始 她需要一颗全新的心 一个新的起点 如果她转向她 并且接受了她所给的活水 她的生命 既被给予一个全新的开始 唯独主耶稣可以埋葬我们的过去 赐给我们全新的一页 所有的基督徒都知道 这被新造的人是什么样子 他们不再恨恶神 而是心中充满了对他的爱 却为淘汰喜悦而活 撒玛利亚妇人回到了她的城 告诉她的朋友们 她找到了救主 救主告诉她 她以前所做过的一切事 这些人也去见耶稣 很快也相信了 她是神的儿子 第五点 水是白白得来的 水是白白得来的 关于这水 最伟大的事就是她完全白白得来的 主耶稣从天国来 他要白白地赐给我们所有的祝福 我们不需要付出代价 去得到宽恕 或是一颗新造的心 我们要认清的 并真正迫切地向她祈求 她便会给我们永恒的供给 不需要我们付出 如果需要我们付出代价 我们就无法回转归向神 因为我们没有任何东西能给予偿还 六点 我们必须求 我们必须求 耶稣告诉那妇人 如果她知道她到底是谁 她便会向她求那活水 当今无数的人 并不认识有一位伟大人士的神 她就在我们身边 聆听所有为自己的罪悔改 并请求全新生命之人的祷告 如果这讲道帮助你认识到 谁是主耶稣 你到底有多么需要她 那么快快奔向她 并请求得到那件她乐意赐予的珍贵礼物吧 得到活水的人 会说出这首赞美诗的歌词 我听到耶稣的声音 我听到耶稣的声音 在说 看啊 我白白的吉语 这活水 给口渴的人 去一身 喝了 就可活 我前来救耶稣 我喝了 那吉语生命之河 我的干渴得饱足 我的灵魂得复活 现今我活在他之中 让我们祈祷 庄稼的主 我们盼望 见到你的名被世人高举 被人喜爱 同时撒旦全世被宗旨 愿你的国降临 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 主啊 愿日日即将来到 但是在黑暗中 尸上的灵魂到处揭示 他们不认识主 更不认识生命之道 他们需要认识救赎主 来救福音真光 哦 父啊 求你兴起你的子民 让我们兴起 富起今日的挑战 求你赐给我们意象 看见许多 世上的灵魂 正奔向 无基督的定向 再赐给我们 为你明 热心 关心许多灵魂的需要 求你拆迁我们 好让我们这些 有宝贝放在瓦器里的 与我们 为认识你的邻居 其他人 分享你无价的福音 求你是我们愿意 因你国度的缘故 将自己献上 让你使用 奉我们 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